够了 那这个食用油价格方面呢 也因此而高涨暴涨了 所以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这个食用油会短缺 为什么导致这个目前的当地 出现这么多的这个民生问题 那当局又是怎么样的态度去解决 今天节目邀请了印尼的媒体人邱列峰 列峰你好 哈喽哈喽两位好 林志健兵大家好 酒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我们知道国际燃油价格上涨了 大家都觉得打油的时候觉得油很贵 刚没想到印度尼西亚这边 却发生了这个食用油短缺的问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 大概一个多月这样子了 就从我们华人的农历经历之前 就已经出现蛮严重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有很多地方的这个食用油 虽然说价格有上涨了 可是有很多地方是出现短缺的这个现象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世界这个中原油的价格也在涨嘛 然后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呢 也因为我们印度的政府呢 有一个政策就是这个生物柴油的政策 就是呢规定说这个柴油的成分里面要有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这个生物的成分 所以呢也导致这些中原油也因为这个政策而受到影响 所以在从去年的年底其实就开始也出现了 一直到我们华人农历新年之前就感觉 那个时候是最严重的 主要就是因为在逆年中原油的这个需求 也就是食用油的这个原料嘛 非常的贵而且也缺少了 所以呢不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现在不只是因为这个食用油短缺 然后呢也影响到了比如说一些小摊贩的这个日常的工作 因为呢在近年其实我们有一个怎么说呢 算是一个很不好的饮食习惯 就是我们很喜欢吃油炸食物这样子 那我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呢 一条一月初我们雅加达十种最多的街边美食餐这样子 那排列第一名的呢就是 油炸食物 因为在在近年 近年是我们近年人很喜欢吃油炸炸烤这样子的东西 那然后呢这些油炸食物呢 在年间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不是在雅加达 我们这里因为交通不方便 然后呢补车里跟养的民众 那大家都喜欢可能在改时间的时候呢 去买个油炸食物 比如说炸豆腐啊 或者是炸一些香蕉啊木薯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那这些小商团呢现在也受到影响了 有一些呢就还能够买得到使用油的 他们就必须把这个价钱提高 或者是有一些呢甚至没有办法 做生意没有办法暂时就不卖这样子 因为价格会高涨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就影响到了 这样子我们生活的小小的生活做提高 没错 那其实我觉得啊高通胀率是影响着全球每一个地方的 所以我绝对相信说在印度尼西亚也不例外啊 你可以想象啊最基本的使用油 如果价格也是上涨 因为那个供应不够的话 那还得了这个短缺的问题 所以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囤积的问题 所以印尼当地政府呢 其实对于囤用这个囤积使用油的这个事情呢 是非常严正看待的 而且寄出的这个惩罚的这个方案也是蛮重的 对对对 其实在1月的19号 我们的政府呢已经规定了 因为又要进行人们囤积这个使用油嘛 那在1月的19号的时候呢 政府已经规定这个使用油的价格 例如在每公斤 我们例如是用中斤来看的 每公斤是14000一米吨 那大概就是 1元的1块3左右这样子吧 如果说是那种包装的 每公斤是14000一米吨 然后虽然都展装的 每公斤是11500 那这样子的一个递进呢 就是防止这些人成绩 然后呢 乱爆价格或者是让很多 人必须比较昂贵的这个价格去买使用油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有推出 然后呢 大家也有规定 可是就没有 没有办法真正的制止这些做存积的 在这个月呢 警方就已经抓到了好几 在好几个城市 已经抓到有很多在存积使用油的 比如说在 每次闻打河的那些升浪 就有看到一个核框里面 存进了110万公斤 110万公斤的使用油 哇哦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大概就是 在这样子困难的一个情况 大家就发现说 有很多人还是想要 在这样子的局势当中去牟利 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要买使用机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雅加达吧 我们每个人只能够买一包 最多两公斤的这个 食用油 那种普通的 你必须一次一次去买 一个人只能够买一包 不管你买的是任何的品牌 然后有一些城市 甚至我们看到 在一些便利店 尤其是便利商店这样子哦 那个食用油的价值都是空的 然后一住货呢 就会被人产购一空 或者是大家从这个商店 开门的这个前几个小时 就去排队 然后呢 有一些城市还是必须 就像我们选举 我们应用选举 已经投选之后呢 手指必须沾那个墨水嘛 就代表你已经选了 然后呢 有一些商店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你今天买了两公斤的食用油 你就必须按一下手指 来证明说你今天已经买了 今天已经不可以买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现在还是正在发生 天哪 这个每天两公斤 哪里足够呢 就不可能就吃白饭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做生意 两公斤就给你玩 廖峰说喜欢这个炸油炸的东西嘛 油炸的食品嘛 可以重复使用啊 那个油 可以啦 对啦 所以这个油 这个石油价格 它石油的问题呢 这个短缺问题啊 对于这个民间 还有造成什么的问题影响 那这个价格方面的话 又是有暴涨的情况吗 我们在Facebook Live 进一步跟邱带峰来谈一下 先进一段商业资讯 还有发言新闻 新资讯 你我共迈进 958城市频道 资讯第一台 金医生2022年2月24号 星期四农历市正月24 958日期报告 由全能Q&Wellness带给你 全能Q&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 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 现可在Unity Watson's 各中药店 以及所有线上平台 来来来 烈峰烈峰 是 刚进民 是 刚进民你说什么 价格 价格 报价了多少 是 那民众如果是说不够用的话 怎么办呢 跟隔壁家借了 两公斤够吗 你问一下 烈峰烈峰 有些加持用是够的啦 对咯 比如说餐厅 或者是一些工厂 是需要使用油来作为原料的 比如说 那个 快速面的工厂 那我们 人民其实如果能够买到两公斤的 还能够维持大概 如果说你用的比较少一个多礼拜 那就没问题了 那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很难买到 你要买到两公斤都会比较困难 或者是你到一些比较民间的一些商店 因为他们就怎么说 他们就可以说 卖在我们政府规定的价格以上 这样子 所以就必须用比较对的价格 去那间商店那边去买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是开餐厅的嘛 做饮食了 他们就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可是还能够解决 因为其他所说呢 就必须 在这个一万次的定价上面 可能是两倍的价钱 去买这个食用油 所以没办法 他们卖的一些食物啊 都必须涨价 或者是那个份量把它缩小 分量减少 就是变相的涨价就对了 其实说到底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也就是说当这个食用油啊 这些原材料呢 它价格上涨的时候呢 到最后啊 很多时候还是消费者要买单了 对不对 因为食物价格一定会上涨 那我觉得说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时候 会有这个所谓的大抢购 大家囤积食物的这种情况啊 所以刚刚列峰有说到 这个食用油有短缺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 就长时间哦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所以你要有一个 总要有一个长期的解决的方案啊 列峰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怎么说 民间一直在讨论的 然后政府也一直在设法 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 印尼主要这个 中原油的来源 还是以进口为主 虽然说印尼有很多土地 有很多 有这个能力去自己种植中原油 可是 有很多地方的人都怎么说呢 还因为真的是要有政府的一个推动的政策 让大家 让我们自己进去种植更多的中原油 是 因为在民间现在我们看到的 是说大家比较 比较 怎么说 比较喜欢说可能开工厂 或者是 做一些 其他的 其他的东西 是会 外囚会比较 比较快看到的 这样子 比起去 种植这个中原油 而且这个中原油的这个政策啊 也是一直在改变 不只是在 印尼 世界的这个中原油市场 也是一直在改变 所以 那种会 开始去 做这个事情 或者是 开始种植中原油 也会 担忧说 未来的方向会是怎么样子 所以 现在还是 还没看到我们政府 有一个很好的方案 来去面对 而且 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报告说 是 种产量 总产量 也是有缩减 尤其是 也包括了 马来西亚 是会大的中原油的 这个生产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呃 感觉应该就是 地银 很深 国内要解决 然后国际社会 也是必须 讨论一下 怎么去面对 这样子的事情 是 靠人不如靠机 没错 有大量的土地 我们就要解决自己 自给自足嘛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 在疫情过后 去印尼旅游的时候 还是会有炸 中鲤树田吗 我还是喜欢吃那些什么 炸豆 他们说是 就路边小吃 对不对 你都得靠那个油嘛 没有油的话 而且不能少 那油要一大锅 这样子炸出来 才能够好吃 而且那种味道 才是有那种 大家所喜欢的味道 是 对对对 而且这个油 不能用新鲜 用隔夜油 黑黑的油 肯定是那个油 是挺早夹到晚的 真的 好 非常感谢 烈锋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在印尼这个 实用有短缺的问题 谢谢烈锋 感谢烈锋 谢谢 感谢烈锋 谢谢 谢谢